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体 大家看这个黄黄的这是一个能量体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调用的能量 大家知道我们有那么很多的能量吗 有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这个能量不够用 Energy不够 好像一到早上来的时候 我上次跟大家有一些人我们一起分享 说早上来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 打气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的人打气说你是最棒的 胖胖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好的 你是最漂亮的 你是最有能力的 然后自己给自己正向的这个引导 然后就去公司了 见着同事 见着了以后 飞燕早上好 这个早那个早特高兴 开始一天的工作 然后上午刚做的开始干活 老板拿一个东西摔脸下来 说这破东西都做了一礼拜 就做成这个玩意儿了 就扔那儿了 然后过会别人就来了 说那怎么还没弄完呢 那个怎么还没弄完呢 然后胖胖你到底是聪明呢 还是不聪明呢 这点事你还搞不定 到中午再加上饿 就开始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吃顿饭 下午一点半两点开始犯困 这一天的能量基本就耗尽了 到下半天基本就是负面能量了 谁来找我说 哎 盼盼帮我弄一阵行吗 不干 那个 你自己不会弄吗 就这样 就各种负面情绪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到下班基本上就 就像泄了气的这个皮球一样 把人回家睡觉 然后自省 说哎呀 我今天一天后半 下半天表现得不太好 给自己打气 我们为了美好的明天 为了创业有更好的未来 为了我们团队 为了理想 为了国家我们这个行业 中国梦等等等 给自己一顿打气 第二天早上又兴高采烈的来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上半天 我们大家都处于能量饱满的一个状态 下半天我们就是能量缺失 实际上我们人有无穷无尽的能量 那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调用的 我们自己正在用的 所谓被我们给定义为正向能量的 我们用了其实也就是这一点点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能量用来干嘛呢 来控制我们这所有的负面的能量 控制什么 早上我不能恐惧 我要压抑我的恐惧 我不恐惧 没关系 我创业晚创两年没关系 我再想想 我再等等 然后我有那种焦虑 我担心 你要用你自己的能量 把这个焦虑给包裹住 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我虽然害怕 但是我要调用我的正能量 所以你大部分的能量 是用来把这些所有的负能量 都层层的包裹住 不让它展示给外面人看 然后告诉那些都不是我的 那负面的东西都不是我的 那是我同事的 那是我老板的 那可能是我爱人的 根本都不是我的 我都是积极乐观的 所以用来压抑我们负面的情绪 但是你看 其实我们这些愤怒 恐惧 悲伤 是可以被我们接纳的 那些都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 在很多时候 比如说 我们在和这个股东之间发生争执了 这是很大的这种争执 我希望能够 从这个策略层面 我希望这样做 他希望那样做 那我们中间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甚至我们拍桌子 我们对骂 就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种愤怒的背后 这都是我们 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不是说我一开始发怒了 跟别人开始争执了 我就要压抑我自己 我不能这样做 我要控制我自己 我控制情绪 不是讲了吗 刚才卡老师还说了 要控制情绪 实际上不是 如果我们所有的这种情绪出来 都被我们这种 用能量给它压抑回去 这个留在我们自身 其实它导致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抑郁 另外一种就是生病 就你身体 你压抑长了以后 你身体一定会生病的 那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要接纳所有的这种恐惧 刚才问的这种方式 其实就是解决的方法之一 比如说 我恐惧 我算了 我不想了 我恐惧 我就不想它吗 不想不就不害怕了 错 你要问自己 我到底恐惧什么 找到最终的那个恐惧的点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前一段时间 大概在两个多月前 我就跟我爱人 我们两人之间就有很多的 平大部分时间 我们俩其实是非常和谐的 那段时间大概有两周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那个事情已经有两周了 就是我会觉得非常的 不自然 就是我在我心里 莫名其妙的对他很反感 我们甚至他 比如他出差在外地 我们可能通电话也很少 那即便都不出差 在北京 我们见面可能聊的东西也很少 就是真正针对于工作和生活当中 必须说的话就说 剩下其余的时间 就他看他的书 我看我的这个电脑啊 或者什么就没有任何的交流 大概两 后来他就他也很聪明 他就出差了 他就觉得很 这个这种状态很难受 他就出差了 出差大概有一周以后 有一天 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 因为我平时工作也很忙 我自己在家里想 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俩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状态 然后头一天晚上我就想 那我自己去 我自己做一个冥想 然后我自己想要问一些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结果因为工作也很也很累 看看书过一会儿 我就想算了 睡吧 就你有惰性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阻碍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我起床了以后 我想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我那天早上 我就开始做冥想 我问我自己 说你为什么 说我现在为什么 对他是这个态度 然后我脑子里头的一个答案 回答就是 你最近不喜欢他 我说那我为什么不喜欢他 他说他有些问题 你不认可 就是说我不认可 我说那我不认可什么呢 我说我是我不爱他吗 回答不是 说你爱他 那我不认可他什么呢 也没有反应 我说那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呢 他给了我两个字 嫉妒 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 他们的业务蒸蒸日上 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那一个词就是嫉妒 给了我一个词 当我意识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自己回去就笑了 我当时我就笑了 我自己都没意识 我说我为什么会嫉妒他呢 然后我就到了单位以后 我就给我老公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今天早上自己去解决了一下 我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我最后拿到了一个词 他说什么词 我说是嫉妒 他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 他说我跟你讲 那不是就是又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打架吗 还不得打起来 你肯定说我 因为只有你个人认可这个词 他才是你的 对吗 你要是说别人强加给你的 别人说你嫉妒我 你说这是不是招打架的一句话 然后我又问我同事 我说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然后我这个得到词是嫉妒 他们说我们也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你这样做的很对 我们心里 我心里想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词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负面的情绪 大家记住 回家都可以用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方式 自己去问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掉 看你焦虑什么 看你痛苦什么 甚至有些人是伤心 有些人是恐惧 有些人是愤怒 我今天跟他非常的 这个矛盾冲突非常的激烈 我回家就去问 到底我生他什么气 到底在哪 那个点在哪 不要犯犯的 很多同事来了以后 当情绪上来了以后 就借着这个情绪 就开始解决问题了 就开始把去昨天的 前天的 一周以前的 一个月以前的 所有的事都拿过来 一股脑子扔在人家头上 说这这都是你的过错 实际上不是 因为情绪只是能量上的一个小点 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评论 一会我教大家方法 怎么样能够让那个情绪 慢慢的降下来 然后你去使用情绪背后的那个能量 去发现到底这个情绪针对什么 当你找到那个点的时候 实际上你情绪就没有了 也根本没有压抑 不会不是说这东西 我就压下来了 不是是这个问题被你解决了 所以当我们开始接纳 愤怒恐惧焦虑悲哀痛苦 这些所有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 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千万不要割裂它 它是我们的 当我们开始接纳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负面能量没了 你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体 你有很多可以调动的智慧 刚才我们在讲说 心智管理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刚不是有一个词是智慧吗 我说叫信息 因为有很多人 当你用不好 调用不好这个能量的时候 你出来的是愚蠢的行为 比如说你情绪上来 你就开始把别人骂一顿 这个几年前的东西 全都拿出来一块 就开始对这个人 彻头彻尾的否定 那些其实都是愚蠢的 你出来的信息也不是智慧 所以当我们会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 你在这样的一个能量体里头 调用的信息才是智慧 我们才能够用正面的情绪 去传递智慧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和实现的 这个当然创业者面临的挑战多一些 但是在大部分我们朋友的这个工作和生活里头 其实都是会被运用到的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 写这个书的人叫Jean Paul Roche 他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禅宗大师 当然我们也正在翻译他的书 翻译并出版他的书 这是我们截取翻译当中的一段 大家能够明白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吗 能够明白吗 实际上把你拖进地下室的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自己对吗 我们把我们很多负面的 一听说是负面的 这个现在这社会上有很多说 正能量的我们就要 什么负能量的我们就要去掉 什么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励志的这种语言说让我们如何激发正能量 去回避或者是不要或者扔掉那些负能量 那些负能量恰恰刚才看记得我们那个图吗 恰恰是带着非常多的能量的 其实能量没有正负 都是我们给他贴的标签 我们贴的标签认为幸福就是好的 恐惧就是不好的 但是幸福和恐惧实际上背后都带着很强的能量 对吗 那我们贴了二元论的标签说什么事都是二元的 好的和不好的 对的和错的 美的和丑的 一定事情一定被我们贴上二元论的标签 当然到这个占卜大师这 他已经变成一元论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着去做的 就是接纳我们那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把它们锁在地下室锁了那么久 我们把它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怎么做 其实方法已经告诉给大家了 就是去跟你的负面的情绪去对话 因为这是很私密的事 也许在这一刻每个朋友心里头都有恐惧的事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恐惧生病 我别得癌症吗 都会有这样的恐惧对吗 恐惧公司破产吗 恐惧我老公在跟我离婚吗 都会有这样的恐惧 那去直面你的恐惧 去问你的恐惧 你到底恐惧什么 我也有焦虑 我也有讨厌的人 我没法看 看他我就忍不住发怒的那种 那我到底不喜欢他什么 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说一揽子的就割裂 他是不好的 我们就割掉 不要这样 就要去把它唤醒叫出来 问他到底是我焦虑什么 或者我很悲伤 我悲伤什么 悲伤我小时候 父母没管我吗 照顾我不够吗 就直到我们找到那个原因 这些 当你找到那个原因以后 这些所有的负面能量 都能为我们所用了 我们就是那个完整的 金色的球体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永远觉得力不从心 因为你有很大的一部分能量 都已经割裂出去了 那不是 那是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我们的 好吗 这是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今天回去就去做 当然以后 希望我们这个书出来了以后 送给大家 让大家回去 去能够比较系统的去学习 当然这个 禅宗大师 他的这个 这个境界和方法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应该是有特别大的一些帮助的 实际上 管理情绪 再倒退回来 是管理我们的 是了解我们的心智模式 那再往上 其实是了解我们的情节 对吗 情节是很多事情产生的根源 第一个呢 其实是通过 一些专业人士的咨询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一些这个心理学的方法 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到 过去的情节 当然我们用的是一些 心理剧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我们有一位同事 是 是今年七月份才 我们才接受的一个大学毕业生 是东北农大的一个高材生 当时来我们企业的时候 我们就只知道他是保送的研究生 但他没有读 就直接来企业就业了 我们把他放在了这个中部的一个市场上去 他因为做销售嘛 是在我们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里面 上次在我们七月份开这个半年的总结会的时候 他回来 因为大家对他都有很多的不满意 作为领导 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意 觉得他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非常木讷 很简单的一件事 让他去沟通协调 就会弄得非常的复杂 后来这个同时他就影响这个业绩 影响整个公司的业务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心理剧 当时请他做什么呢 就是让他想一个最 对他来讲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一次在客户就是这个工作场景 跟客户沟通的一个经历 他当时选择了一个是经销商 他跟经销商去协调一个配方的事 经销商让他帮客户去做一个配方 然后他在跟公司内部的一位 这个负责配方的一位女士 一个副总去沟通这件事 整个事是实际上是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就让他现场有人演这个经销商 他选择现场的人去演那个经销商 有人去选择去演他那个副总 他中间在协调 然后当这个剧整个演完了以后 我们其实这个专家就这个老师就发现了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在跟面对比他年长的这种比较有权威的男士和女士的时候 他不能很自如的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同事 他的老板会觉得他很别扭 就是他说话就你觉得说话都说不明白 然后当时他就情绪上来以后就哭得非常的厉害 就整个这个情绪就就被极大的给激发起来了 就一直在哭 然后我们就问他就顺着这个事情一直往下问 其实最后就回归到他原生家庭的问题 就他是家里头的老大 然后下面有两个弟弟 他之所以没有继续读研究生 就是因为他要挣钱 然后供这两个弟弟读书 从小父母对他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他特别怕他爸爸和妈妈 还记得刚才我说的这个三角的原生家庭 所以就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他到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的时候 他跟这个四十多岁的 就是看上去像他父亲那样 代表父亲权威的一类人 和像他母亲权威一类的人 他全就不会他就不会说话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不能表达自己 别人对他提要求 他就他就人就是整个处于一个麻木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原生家庭给他的 后来我们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现场老师就开始跟他引导他 问他是不是这种状态 他说对爸爸妈妈对他要求非常严格 然后我们就请我们 当时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方法 我们请他的这个直属的领导 因为正好是一位是男士 一位是女士 这两个人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让跟他讲我们都很喜欢他 我们也很爱你 我们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 能够很好的工作 就从那个剧之后 回去你想那是七月份 到现在大概八月 一个半月的时间大家觉得他就整个人就变了一个状态 他现在因为他们在那个那个区域里头要开很多的经销商 以前那他只跟80后做生意 他这个但凡年龄大一点呢 他就搞不定人家 所以他就不跟这些人做生意 然后最近其实说据说开了两家经销商 其中有一个人是六四年的哈 我们说你已经成功的挑战到六四年了 没有他自己就觉得自然多了 原来这种模式当然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对他进行更深入的一些这个治疗哈 其实是还是可以能够更深入的去帮他解决一些问题的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去了解自己的这个模式 因为有很多情节他出现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带给你的这个东西哈 所以这是通过一些心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可以了解到的 呃 另外一个就是靠我刚才教大家的那个方法 就是对自己刨根问题的提问问问题 你也能找到那个那个问题导致这个情节的点是什么 呃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回观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回去看一看 我们你们在家里和爸爸包括妈妈在沟通啊交流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模式相处的模式 然后你拿着这个模式到 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讲 你可以拿这个模式到企业到你的企业当中 然后你再想想你和你的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很多时候如果是男生 你会带着你父亲的那个那个权威的一些模式在和你的员工进行沟通哈 所以去用了解了这个以后去调整自己 那同时也用这样的方法去启发我们的员工 让大家发现你自己的模式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会会在一个非常好的频道上哈 不是说隔着时空对话一样你说你的他说他的 当我们都齐都有这种意识进行调整以后 我们在很好的一个这个共同的频道上 第二点呢就是先是了解会产生负面情绪 刚才我说了情节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情绪 接掉所有所谓负面的标签 就刚才像我跟大家说我没有焦虑 我问我焦虑你会发现那个点是一个他他只是一个问题 当你知道那问题的时候这些负面的东西不存在了 这些就是我啊也许他不完美 但他就是我我们先先学会接纳 很多朋友是刚开始没有先不想着接纳先想着改变 我要改了这毛病这也不太好 这老起负面这实际上你去接纳的同时 你已经在潜意识里头已经改变了啊 已经做了调整了 就像我们很多时候 今天我在想说在座的这么多朋友来听这个课 其实就是一种让你提把你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意识的状态 当很多事就是当你意识到他的时候 实际他在已经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了 所以大家不要刻意的说我要改掉这个 好像回去说也不能说了 做也不能做了 不是我们要很自然的 就是当你意识到你就开始逐渐的调整和改变了 拿掉那些负面的标签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放放下情绪做情绪的主人 不要每天有很多同事说 哎呦我最近压力大呀 把这些话都扔掉 不要这样 其实我们同事跟我在一起 很多同事问我 在我这基本听不出来 我压力大呀 我很困难呀 我很什么 每天都在很快乐的 很不管你是创业还是打工 那个是你选择的一个工作 如果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做 但是你只要是选择了他 你要带着你那个能够散发着黄色光体的那个光体球 进入到你的工作场所 进入到你的家庭 你到哪 你走到哪 你都是这个能量体 你如果是带着这么巨大的一些能量 会有很多人向你靠近靠楼 创业的时候会 我们说会很有犯人和 会有很多人追随你这个能量体而来的 那所以在家里头也是这样 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你的老婆女朋友或老公 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开心 孩子都是一样的 觉得妈妈怎么每天都是那种使不完的劲 特别开心跟他在一起 好像有什么样的困难 在他那都不是困难 所以我们要放下情绪 做情绪的这个主人 其实最简单的一步就是从停止抱怨我压力大 停止抱怨我生活不好 停止抱怨我从这开始 就就行了我们先不用想太多 我们就先从停止抱怨开始 从我们嘴里出来的每一句话 要他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 这是这点我们就说建立正行 用用这样的方法来 我们不用否定的词去表达自己 尽可能不用不用否定的词表达自己 表达别人 我们在我们说出来的 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周围的人 然后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都是那些 带给别人快乐的 带给别人平安平和的喜悦的那些话 尤其是创业者更是这样 如果我们每天在那么多的压力下 我们焦躁的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那肯定事业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团队也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些影响 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法 很多的朋友可能说 那我们怎么问 咱们第一个先学一个就是冥想 大家脑子里头想东西都会吗 想黄金万两 想美女 想美女想的是谁 这位男生 我说到美女 脑子里想一个美女 你能想的是谁 还没想出来 嫦娥 对 就是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脑子里头的那个想象 那想象什么呢 当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想象什么 想象 先想象那个波涛汹涌的海面 能想象得到吗 黑黑的天 一个波涛汹涌的海面 一浪高丝一浪的那个汹涌的海面 然后在这时候 实际上这是你的情绪 当你带着情绪的时候 就你没情绪 你现在很平和 然后我们闭上眼睛开始想那波涛汹涌的场面 如果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想 有些人能给自己就开始想哭了 因为你的情绪就被你调动起来了 那我们回去的时候 假如说遇到这种事情 你先想波涛汹涌的这个海面 一浪高丝一浪 那浪花可以随便思见 这时候抬头向天看见一轮明月 大大的满月 月光洒下洒向这个海面 然后你就感受 你看到那个月光非常平和的月光洒下来的时候 你感受那个浪潮不再那么汹涌 一波一波的减退开始那个浪潮 给自己一点时间 就想象那个月光洒下来 然后这个浪潮一点一点的减退 一直到这个浪潮平静了 变成一面非常平静的像湖面 像镜子一样的海面 就要这个冥想 所以当大家 不管是你的领导骂你了 还是你遇见什么别人撞你车了 还是跟老婆起争执了 还是什么 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大家要求大家别那么快出嘴 就开始说人家 批评人家 跟人家打架 先闭嘴 先想 给自己两分钟的时间去想 当你这些 你觉得自己的情绪开始 平复了 美好了 然后再去解决问题 再去跟别人去探讨 这个是我用过 我也是用过很多次 就是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棒的 这是心理学家的一些方法 用的是意向的一些想象 实际上是一种意向的 意向的一个方式 来去调节自己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冥想呢 是跟刚才一样 大家比如说回家了 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场 这个地方 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 跟假日说好了 给我20分钟的时间 别打扰我 你坐在一个房间里 那么你先想象 比如说闭上眼睛 然后让全身放松 别这倒立着呀 二郎腿呀 什么都不行 要坐得非常的舒服 然后你想象自己从这个房间里头走出来 到一片草地上 绿绿的草地上 就是看到这片草地以后 你看到那个小草 顺着那个顺着风 能够一波一波的 风吹着小草 一波一波的动 然后用你的这个手指手掌 去摸一摸那个草尖 感受一下那些小草 然后再往远处看 看到有一个房子 远远的看到一个房子 那么我们再一步一步的 靠近那个房子 走进那个房子 然后看到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外面先观察一下 你看到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那么快看到的 这个朋友不用着急 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慢一点 你去想象那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样子 然后有没有窗 有没有门 然后走进这个门 进到房间里面 看看房间里头 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人跟他打一些 打一声招呼 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看见房子里头 有没有灰尘 如果有灰尘 拿起这个扫帚和波及 把这些灰尘扫一扫 然后倒到外边 就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一个方法 大家在这个状态下呢 去问自己 刚才我说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很恐惧 那我恐惧什么 恐惧叫这个 恐惧有没有名字 叫什么名字 当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 那个答案会自己冒出来 在你的房子里 你所看见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 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都代表着不同的你 你可以在那里头 看到几十个 或者十几个 各种各样的人 代表都是你 你会发现 有的人最极端的 会在那个情绪特别 压力特别大 情绪特别波动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人是骷髅 即便是那样 不要害怕 你要抱抱他 告诉他 我很爱你 这个都是我们给自己的爱 告诉他 我很爱你 你就是我的一部分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自己 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 去思考 刚才我说的那些 所有导致我们会产生 负面情绪的那些问题 找到那些问题的点 其实对于我们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帮助 这个就是用冥想的方式 我希望能够今天在现场的 朋友们晚上都回家去试一试 选一件现在最让你纠结的事情 我们去找一下 体验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这个幸福感非常缺失的时代 当然国家和政府也在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每个每年的这个年笔 大家都会有 北京电视台都会采访说你幸福吗 就有没有样的一个专题片 会问大家你幸福吗 实际上幸福其实没有 其实它可以很简单 就像我们这个年轻同事说 你有那种拥抱一只猫的那个幸福 其实幸福很简单 那幸福靠谁来来创造的这种幸福感 实际上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先让我们自己幸福起来 让我们找到那些 纠结我们事情的那些原因 然后我们每个人幸福了 让我们把这种幸福分享给 我身边的人 可能最直接的分享给先 分享给家庭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配偶 孩子们都幸福起来 有一个充满爱的环境 那么作为这个创业者 我们把我们的企业 让我们的企业充满爱 充满幸福 实际上爱和幸福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能激发很多很多创造力的 无尽的创造力 我们说在企业当中 尤其在创业企业里头 有很多人工作起来都像拼命三郎一样 整个一个团队 这根几个都能从早到早上五点 一直到晚上凌晨 能通宵转都能干 实际上都是这种 自己的这个小宇宙被激发了 当我们每个人这个宇宙被激发了的时候 那个那个智慧 那个能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所以我们在尽可能 这个能做到的情况下 在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的环 这个这个和工作的环境里头 我们创造这样幸福的 爱的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在创业的这这五年多 我和我们的团队 大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才能有今天所取得的一点点的成绩 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人问我说 你们的这个法宝成功的一些秘诀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我们最核心最核心的秘诀 也是我们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一个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爱自己爱他人 不做情绪的努力开始 当然这个在市面上 还有很多的工作坊 帮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那些情节 当你了解了这些话题 了解了这些知识 那你在组建团队的时候 你也能够帮助你的团队 帮助你的同事们 我们还有一些书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有浅入深的了 有一些像张德芬的一些书 市面上有很多同事 这个朋友都在看 他是其实对于一些情绪管理 一些负面能量管理还是挺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更推荐看的 实际上就是肯威尔博的书 其实他的书在中国应该有翻译了 应该有十多本吧 他被称作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爱因斯坦 非常棒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詹普大师的那几句话 实际上詹普大师和肯威尔博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詹普大师的方法也是肯威尔博先生非常推荐的 那他的书 其实大家可以从没有编 没有疆界开始看起 如果刚刚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 他对于整合 对于心理学 宗教 科学 意识形态领域里边 研究非常的深刻 大家可以从没有疆界开始看 然后看意识光谱 然后可以看一位 这是一个循序鉴定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然后可以看他最新出版的 这个叫生活就像练习这样的书 同学 我 写